前景 零秒出手 分補折 這位外線 還給他們一個距離 殺你球盡了 壓哨進球 為之絮殺 大家好 我們是富邦勇士隊 我是蕭孫義 我是正甜 現在我們位於在板橋火車站 至於我們為什麼會在這邊呢 學長 因為今年的比賽 大多都移到板橋體育館 所以我們要介紹幾種 大眾交通工具到現場 讓球迷知道 來看我們比賽 是的 第十三季超級籃球聯賽 大部分比賽都移到了 板橋體育館進行 由於過去這邊 從來沒有安排過SBL的賽事 對於想要清零現場的 觀眾朋友來說 交通可能是一大問題 因此我們特別安排兩位 台藝大畢業的板橋地頭蛇 為大家介紹幾種 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告訴各位球迷 如何方便又迅速的 到達比賽場地 首先我們要介紹 第一種交通工具是計程車 不錯 計程車算是最舒適的交通工具 但口袋一定要夠深才行 學長就知道你夠深了 那你閒起就出發 走 沒有錯 只要你的口袋夠深 坐上計程車哪裡都可以去 而且從板橋火車站後站出發 搭到板體最多一百塊就可以到囉 對外縣市的朋友來說 是最簡單不過的方法 第二種我們要帶大家介紹的是 公車站 公車算是既安全又省錢的交通方式 搭公車我們可以搭哪幾號呢 隨地查一下 好 等一下 公車要搭第三月台的307 跟第四月台的810 到達板橋區護鎮事務所下車 就到囉 打得這麼快速 想必是有做功課 當然啊 我辦事你放心嘛 那要過幾站才會到呢 我們一起搭就知道了 好 好吧 走 板橋公車站就在板橋火車站的旁邊 過個馬路就到了 搭乘307跟810這兩路公車 在板橋區護鎮事務所下車就可以到達 車次多 車程也不會很久 對於時間不趕的朋友來說 相當方便 第三種我們要帶大家介紹的是 坐捷運 捷運算是方便又悠閒的交通工具 那如果從板橋捷運站 要達到哪一站呢 達到府中捷運站 但是要確定 一定要在3號出口出來 3號 好 那接下來我們一起去嗎 這 什麼 但是你自己去啊 去吧 好吧 好吧 記得帶遊遊卡 有 對 板橋捷運站距離 府中捷運站其實只有一站的距離 對於大台北地區的球迷來說 捷運絕對會是比較方便的選擇 下一種我們要帶大家介紹的是 U-Bike U-Bike是一種時尚又健身的交通方式 從板橋捷運站1號出口出來 就能看到U-Bike 從這邊到體育館大概是5分鐘的車程 如果你平常有在練的話 大概2分半就會到 現在我就帶大家去騎騎看吧 如果天氣許可 騎騎看U-Bike其實也不錯 板橋捷運站1號出口外面 就能看到U-Bike 從後火車站出發沿著文化路崎 首先會先看到板橋派出所 我們剛才從這個警察局過來 再往那個方向 看到天橋左轉之後 下一個路口就快到了 第一個路口右轉之後 看到路橋在左轉 沿著圍牆邊騎到下個路橋 就到達板橋體育館啦 如果你的腳程夠快 或許不用花到一毛錢喔 那從中山道出口出來之後 最左邊很明白 一半也是一個小椎之一 但現在我就要介紹一種 好保養健康的方式 就是從這裡到體育館 其實也不用太久 至於最後一種方式就是走路 從府中捷運站3號出口出來 要先往慈惠宮的方向走 如果你不知道慈惠宮在哪裡 抬頭看看牌樓就知道了 前面有一個牌樓 牌樓之後右轉 上天橋之後就快到了 走過天橋下來後一直走 接著又會看到第二個天橋 這個時候你不用上橋 因為體育館就在前方 走到這邊會看到一個 志祥陸橋就知道我們已經快到了 其實這樣子走 其實也不用很久 大概兩三分鐘吧 那我就走了 我到了 走那麼久 兄弟你們竟然用走的嗎 我已經走很快了 很快 怎麼還是這麼久 看來駕鑽操得不夠 慢了 基本重點不是這個 重點是要讓大家知道 怎麼來到阪橋土地館 來看SBL 對 你說得沒錯 希望大家以後來SBL 也可以多多幫 副方有事 加油 加油 好了 看完了兩位 地頭蛇的介紹 是不是覺得板橋體育館 其實也沒有這麼難找呢 既然如此 那就期待各位多多進場看球 為你喜歡的SBL球員 加油吶喊